音樂 我很喜歡今天的課程 因為這樣的法式的刺繡 我覺得是又更加的浪漫 老師剛剛是用了三種的手法 一個是珠網玫瑰 一個是除枝繡 另外還有一個節力繡 那我覺得用這樣三種的針法 就可以有非常多种的变化 我觉得非常的棒 今天的部分除了回去用在红包袋上 那另外其他的小的饰品的部分 也可以做一点妆点 我自己是做彩妆造型这一块 今天老师教到一些三种不一样的蒸发 那我觉得这个可以是运用在我之后的 可能说作品上面 或是我自己在创作一些 可能说饰品相关的一些作品这样子 我一开始我觉得刺胸应该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 但是经过老师就是用很简单的方法 那他说他其实很多作品都是用这三种的方式去运用上面的 那所以我觉得其实很喜欢是因为 他可以运用在我平常工作上面 或者是我平常像老师说的可能就红包啊 或什么各方面的一些小东西 可以多一些的创意在上面 虽然只是练习这样 然后尝试还蛮成功的 回去可以再练习一下 对 把那个作品完成 虽然手不是很巧 但是还是尽力把它完成了 所以还蛮开心的 可能老师说的那种手帕类型的 应该就是拿一条单条手帕去做设计 应该会挺有趣的 对 做起来会蛮有成就感的 对 希望可以把那个红包带整个作品都可以完成起来这样子 对 趁着新年前把作品做好这样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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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